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今天和大家继续跟进屠龙小队的案件 今天已经到審讯第52日 恐慌已经完成了举证 由辩方律师证人和被告出庭作供 第4被告李嘉田 今天已经是第3日出庭在自便 在庭上第二被告张敏玉的代表律师 就问这个李嘉田 李嘉田承认知道王振强会去试窗 但就没有讲时间和地点 而在2019年11月16日 王振强本身约李嘉田去逛夜山 李嘉田表示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说自己之前是同军 又说本身有逛开夜山 又没有想过那晚王振强会去试窗 纯粹想着去逛山 又怕会得失了王振强而没有了资助 所以就没有问王振强原因 就答应了和王振强去逛山 之后就说王振强又没有讲原因 又转了张敏玉和他逛山 他又说不觉得奇怪 也没有问为什么有这个安排 究竟怎样可以这么多不同的不知道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不合理呢 说回逛山当晚 李嘉田表示一行六人就去逛夜山 前面4个他都说不懂 而跟着就是张敏玉 走最后就是李嘉田 上到山 他说张敏玉叫他走后一点 他没有问为什么就跟着做 还懂自己走开 距离大概5分钟的路程 而且期间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或者爆炸声的 再问到这里 第二被告的代表律师就问李嘉田 这样做是不是帮手看水呢 李嘉田当然说否认了 因为他之前说过 说不知那天走山是做什么的 而且他说不知那天走山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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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都没有问王振强任何东西 听完他的故事 不知道我们英明的法官和陪审团 会不会相信李嘉田真的对所有东西都不知情呢 还相信他是无辜呢 之后第二被告的代表律师就继续向李嘉田作出盘问 李嘉田就说知道有人捐了款去玉龙的TG频道 是一个泰国开设的户口 也都知道王振强背后有金主 但他从来都没有问过 也都否认王振强是屠龙小队的队长这个说法 那为什么可以说得那么深入和那么肯定呢 而其他事情就交代得那么模糊呢 然后第二被告的代表律师再次质疑 李嘉田早就知道王振强是代表屠龙小队 是不知和他交涉的 现在李嘉田当然否认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就是说他自己都有份去参与 另外他也都不同意自己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 授权过王振强和吴似和他交涉的 私下找他拿枪和 李嘉田意思就是说 按中凡事他一点都不清楚 今天的审讯更加突显到 李嘉田是想和屠龙小队的所作所为去划清这个界线 但解释得十分牵强 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和公辞都是自相矛盾的 有李嘉田他就说自己都分不清楚 自己是作还是事实 法官也训察他 说话并不合逻辑 看来他都是求自保居多 今天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继续知道更新的案情 就要继续留意屠龙小队的审讯最新发展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